每一個柯黑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就是說其實現在很多的柯黑 是當年力挺柯文哲不遺餘力的人 那個就是愛跟恨本來就只有在一線之間 柯文哲的確你不能否認說 他的很特別的談話風格 跟他當時標局的超越藍綠 的確吸引到一些中間選民 特別是比較年輕選民的喜好 那現在這些人有一大部分人 已經開始覺得說有點後悔 但是有一小部分還是覺得說 他是無辜的 他是被司法迫害 所以在這兩種很極端的情緒交織之下 那自然柯文哲的這個 不管是新聞或是網路的聲量 自然就會持續下去 雖然我們在旁邊觀察人都覺得說 這股力量應該是越來越小 但是當一個政黨他的支持度變少之後 他就會越走越像極端化 因為他只要凝聚極端的 就會有固定的聲量在那邊 其實我覺得這對他來講也許不是最好的 因為過去類似的操作方法 其實在陳水扁前總統卸任的時候 他當時被收押 當時其實聲援他的人不比現在少 但是最後還是改變不了司法的判決 所以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雖然他現在沒有辦法公開談話 但也許可以透過律師出來呼籲大家 就近代司法的判決 這對柯文哲跟民眾黨來講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 柯文哲從2014年9月5號去登記參選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他標局的那個標準是很高的 包括說我不設計金會 我的選舉募款夠用了我就關帳 然後呢我不阻擋 然後他還罵過說以前台北市長 每次第二任就想著要選總統等等 他所有批評別人的話 後來他都做了 柯文哲這場八點檔啊 變成一種好像全民運動 連我都不敢不追 對啊 我媽也不敢不追 其實台灣這幾年來不罰這種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因為司法案件被收押 一般通常在他收押之後大概就結束了 柯文哲比較特殊 就是在他收押之後呢 這個連續劇繼續演下去 那我想不外乎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說 有一句話叫說 每一個柯黑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就是說其實現在很多的柯黑呢 是當年力挺柯文哲不遺餘力的人 那個就是愛跟恨 本來就只有在一線之間 另外一個就是說 柯文哲的確你不能否認說 他的很特別的談話風格 跟他當時標局的超越藍綠 的確吸引到一些中間選民 特別是比較年輕選民的喜好 那現在這些人呢 有一大部分人已經開始覺得說有點後悔 那但是有一小部分還是覺得說 他是無辜的 他是被司法迫害 所以在這兩種很極端的情緒交通 就是在柯文哲之下 那自然柯文哲這個不管是新聞 或是網路的聲量 自然就會持續下去 他成為很多人的靈感 對啊 你看他幾乎每天都有新歌對不對 而且昨天最流行的歌 到今天就變成舊歌 這個現象的確在台灣是非常少見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力量 所以讓柯文哲可以支撐到今天 也讓民眾黨到今天為止 還在繼續操作 做政治上跟民粹上的操作 那因為他們看到背後還是有股力量 雖然我們在旁邊觀察人都覺得說 這股力量應該是越來越小 但是當一個政黨 他的支持度變少之後 他就會越走越像極端化 因為他只要凝聚極端的 就會有固定的聲量在那邊 那對柯文哲來講 其實我覺得這對他來講也許不是最好的 因為過去類似的操作方法 其實在陳水扁前總統卸任的時候 他當時被收押 當時其實聲援他的人不比現在少 但是最後還是改變不了司法的判決 所以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雖然他現在沒有辦法公開談話 但也許可以透過律師出來 呼籲大家就靜待司法的判決 這對柯文哲跟民眾黨來講 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 而且將來如果說 假設柯文哲未來還有政治前途的話 現在這個方法 其實對他來講是一種傷害 但是剛剛講嘛 每個柯黑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所以你覺得他們會失望 變成說從柯本變柯黑嗎 我覺得就是 就是我的意思 是不是過去柯文哲 確實這個人設立得太高 人設的崩潰 其實讓曾經信他的人覺得 他媽就給你消息 對柯文哲從2014年9月5號去登記參選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他標局的那個標準是很高的 包括說我不設基金會 我的選舉募款夠用了 我就關帳 然後呢 我不阻擋 然後他還罵過說 以前台北市長每次第二任就想著要選總統等等 結果他所有批評別人的話 後來他都做了 所以我是這樣形容柯文哲 當柯文哲開始批評別人的時候 那代表這件事情他已經做了 或是準備要做 結果果然被我一語料中 結果他所有以前批評別人 被他講的吃之以鼻非常不屑的事情 他後來都做 而且做的比別人更誇張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他一開始那個期待 台灣經過長期的這個政黨之間的兩黨之間 不管你趁他競爭也好鬥爭也好 你不能排除說 有一部分其實是厭惡這樣的政治氛圍 那柯文哲給了他們一個希望 但是經過十年之後 很多人發現說 你當時給我們的希望 好像帶來是更多的絕望 所以從愛轉變成恨 而且那個情緒翻轉 我相信每個人都經過一段 自己的心路歷程跟覺醒的過程 那中間有痛苦的有難過的 但是到現在為止 因為這個司法目前呈現出來的證據 看起來的確他是令人失望 所以那種情緒的轉變 的確是很 在台灣的政治人物裡面 其實是還蠻少見的 大家需要一個發洩一下 對 OK 好 謝謝 當然這分成兩點 第一個他個人的支持者屬性 那第二個他在整個政壇創造的 我們說的仇恨值都是相對比較高 那從第一點來說 他的支持者從十年前出道到現在 一直都是四十歲以下的這些年輕人 那這些人的 在社群上的使用模式都是比較容易接觸網路的 包括YT 包括IG 像是最近的Threads 甚至FB 所以這些人在網路上的這些活躍程度會相對比較高 那第二個因為柯文哲不是藍不是綠的這種狀態出場的 所以他在某方面在政壇十年間也累積了很多的這個 你說仇恨值也好 你說愛恨情仇也好 那所以到了這個時候 事件爆發之後 其實會有很多人在網路上 第一個關心他的狀態 那第二個在這十年之內 他從政的經歷當中 累積的一些聲量 好的聲量 壞的聲量 都會有人想要關心 他最後的這個階段會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綜合這兩點在網路上其實創造了很多很多的聲量 那你自己去做一個網路軟車 你自己又發現到哪一些覺得很特別的 跟過去裡面有真的不一樣 因為政文菜也從剛剛被關出來 那政文菜就是 那幾天有超博升 但之後就 ㄟ你怎麼跟她的 可能跟她的最近剛 因為今年是總統大選年 剛選完局有關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說最近的政論節目其實都有YT的直播 甚至我們最近觀察到一些政論節目晚上8到10點 甚至10到12點的這個政論節目同時在線人數 基本上5萬以上都是日常的 甚至超越了去年總統大選那熱戰期間的這個直播人數 所以這是網路或者是現實生活中大家都很關注的一個現象 那第二個在網路的這些直播組的斗內上面 不管是挺科或者是反科或者是想要對於柯文哲的這些事件 做一些評論的直播組或者是這些YT的政論的平台 他的同時在線人數你只要講到跟柯文哲相關的一些議題 不管是好或者是壞 他的同時在線人數或者是斗內金額 如果你從每天的這個斗內排行榜上面去觀察的話 基本上只要談到柯你就可以是這個排行榜的保證 那你覺得可以成為一個八點檔 就是等於說這種全民運動 是不是跟柯文哲的個人特質其實蠻有關 其實他就是一個所有人的意思 當然我們說這個愛的相反是末世 會有這麼多人討論代表其實很多人就是 曾經是喜歡過他 曾經支持他一個第三勢力 從中間的藍綠夾沙當中串出一個聲量 那會造成這樣子的討論現象 不管是年紀大年紀輕或者曾經支持過他的人 都想要知道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你從政十年 從你一開始打著這個青年政治 或者是白色力量的這個一開始 到了最後我們說可能是接近聲量的 我們是當然作為支持者 是不希望他有一個最後的一個階段 但是大家現在看的是一個 有點像看好戲想要看這個十年曇花一現 到底十年之前跟十年之後 這一個人的人生變化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果 對 因為有人講拿柯文哲跟包含 不管說韓國瑜還是陳水扁這種高度個人特色的 那你覺得是說他的個人特色跟現在大家 當然是說 對 因為他 可是會不會他自己也是 當然他的人格特質在整個政壇 算是獨術一致 就是說這樣子的特質 不管你說一開始出道 大家對他的接受度比較高的情況下 到了後來其實大家覺得 你從政應該有一個從政人的樣子 如果你在按照之前那樣子的說話方式 可能一開始大家覺得很新鮮 那到了後來 如果你沒有做出像樣的成績的話 會有很多人開始對你產生質疑 那這樣子的聲音其實一直以來 在這十年的後半段 其實確實是有蠻多這樣的聲音 在質疑他的這些行政的經歷 那大家會這麼的 當然是愛有獨生 可是會不會是他自己 打擊 跟設設立的還能夠 這點是有可能 因為他畢竟 如果你從他的人生的歷程來看 他確實都是 我們算是說是勝利主 或者是說學霸 這樣一路走上來的 那基本上比較沒有遭遇到大的挫折 那當然最大的挫折 就是他十年前要從政的時候 是被跟艾滋 一些器捐相關的案件出來的 所以他那時候是抱著這一股 內心有一些 一些這個怨言 那對於一些時事 有自己的一些見解 所以社會大眾給他一些能量 給他一些這個關懷的情況下 他才出道的 那帶著這樣子的情緒底下 如果你要走得長久 其實你要學會的是跟 因為政治畢竟是人與人之間的事情 你必須在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你可能要多柔和一點 多大氣一點 不要再說到處爭鋒相對 與人為敵的情況下 政治這條路才走得長遠 所以就他的人格特質來講 確實一開始 大家是給他一個比較高度的期待 但是政治這條路 畢竟也是一個專業 那你尊重專業的情況下 你還是要這些 畢竟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非常是隱膩 那如果你說你不擅長 跟人相處的話 其實政治這條路會走進去 我都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他之前都講改變成真 所以我們會對他 就是有蠻高的期待 或者他自己設立的政治表情 也許會太高 因為現在變成 從改變成真 變成實話生 當然我們是 對 會不會大家對他的失望 有包含說 第一個期待 因為他確實講了很多 好像很不錯 就是大家期待中的政治物多吧 就是說我們扁除最近的這些案件 因為案件還在審理當中 但是能夠確認發生 就是他之前的政治獻金案 那他講的這個 造的SOP要做 但是他說的是這個教科書上的一套 但是實際上做的 卻讓人家發現 他其實是漏洞百出 那他自己的解釋是說 這個是瑞士乳酪理論 那這對於很多的大眾來講 就一開始就沒辦法接受 說你之前喊的口號 這麼正天作響 那如果你在財務的監督管理上 你自己犯了一些缺失的話 其實大眾會有 自己心裡有一把尺 對你打分數 那從整個民調上面來看 這個分數看起來 是不是很好看 好!